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是王梅翔 位在新北市领头的这间两层楼的透天厕 在里面住了一对宗破塞的夫妻 还有他们一个19岁的儿子 就在1998年10月 国庆日的隔天 这一天的清早 宋报生送来的报纸 却发现透天厕的侧门被打开了 宋报生喊了半天 也没人回应 他探头一看才发现 这侧门口血迹斑斑 有一名男子倒在屋子里头 他的身上被砍下了好几刀 这个宋报生吓得赶快地报警 而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发现 在一楼客厅 还有另外一名女子也被杀害了 警察序发现这两名死者 就是屋主宗破塞夫妻 当年警方说 歹徒下手非常凶残 两名死者身上各被砍了50多刀 整个屋子里头都是血迹 这是他们重醒这么多年来 看过最凶残的命案现场 而另外在附近有邻居说 夫妻俩还有一个 19岁的儿子叫做林清月 他就住在二楼 但在案发之后 他失踪了也联系不上 而且在他房间里面 也是血迹斑斑 另外还有被翻找过的迹象 专业小组做了最坏的研判 难道歹徒截杀了夫妻俩之后 也绑走了林清月吗 当年这一起双世命案震惊的社会 歹徒下手非常凶狠 整整109刀可以说是刀刀剑骨 专业小组研判 这个歹徒对于两名死者 是有很深的仇恨的 再加上他们的毒死林清月 在案发之后下落不明 难道真的被歹徒绑走了吗 专业小组立刻展开了清查 除了清查这两名死者 也没有与人结怨之外 也希望从命案的现场 找到跟歹徒有关的任何蛛丝马迹 在现场花了一整天的财政之后 他们发现这歹徒在办案后 逗留在现场的时间太长了 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不仅清洗了屋外的血迹 还在一楼跟二楼都放了瓦斯桶 甚至点燃了报纸 还有酒精膏 试图要引爆瓦斯灭证 而且警方在现场还发现了 四个脚印 还有脸的足印 如果说歹徒入侵杀人 有什么理由 要脱掉鞋子打赤脚犯案呢 而更重要的是 在死者的夫妻家里头 养了三条狗 只要有任何陌生人靠近 这些狗就会不断地吠叫 但在命案发生的当时 却是静悄悄地 一点声音都没有 因此专案小组大阪的研判 犯案的歹徒一定是熟人 但这个熟人会是谁呢 专案小组研判 这死者夫妻的死 应该跟他的儿子林清月有关系 为什么呢 第一 林清月他没有工作 据说还结交了一群酒肉朋友 每天都是查来伸手 犯来张口 让夫妻俩非常的伤脑性 二来 在命案的现场 每一个激震都直指林清月 应该跟他们父母的死脱不了关系 而且在案发之后 林清月跟他那一群 所谓的狐群狗党 全都失联了 要怎么找人呢 专案小组想到了一个方法 他们透过了媒体发布了消息 他们说 发生了一起强盗杀人爱 希望死者夫妻两唯一的毒死林清月 赶快回来协助家里清点财物 希望借由这个新闻的发布 能够降低林清月他的戒心 有用吗 没想到就在新闻发布的隔天 林清月真的打了通电话 给他的舅舅 林清月他真的会回家 帮忙处理他父母亲的后事吗 好 林清月招任了 他说没错 就是他杀死了自己的父母亲 他说因为他基于父母亲的家产 保险金 还有父母亲在死后 搬离丧事的电仪 所以他才会伙同他的朋友 计划杀人 大家看看 这是林清月当时 落网时候的画面 面对记者所有的提问 他都是这个表情 他不像是其他人 会遮头会遮脸害怕曝光 林清月他把自己的头 抬得高高的 一副都不觉得自己有错的样子 而成为现场模拟的时候 林清月默然地神情 让亲友实在忍不住气地 尚且去追打他 亲友我们说 林清月的爸爸 对他有很高的期望 妈妈对他更是溺爱 吃喝玩乐 从来没有让林清月缺过 但是林清月却说 他对父母亲是有怨有恨的 基于他们家产 甚至他们还拟定了 A计划 B计划 从制造假车祸 下药 再到持刀砍杀 这一期的计划 他们老早 通通都安排好了 林清月被判处了死刑 但是留下了很多的疑问 毕竟从外人的角度来看 尽管林清月 他结交了坏朋友 但是他衣食无缺 他有什么理由 为了觊觎家产 要伙同朋友 在父母亲的身上 砍下109刀呢 而且就在自己家里头犯案 警方怎么可能不锁定他呢 而一旦他被逮了 哪有什么家产跟保险金 可以让他挥霍度日呢 在当年警大饭房系的几个老师 就在林清月死刑定演之后 他们到了看守所 去面会林清月 希望亲耳听到 林清月怎么说 没想到在几次的面坊之后 却揭开了隐藏在屋檐下的 家暴杀机吗 林清月说他被打被骂 都是家常便饭 只要爸爸喝酒回来 就会动手打人 但是他学乖了 他立刻趴下不动 父亲的打骂就会停止 林清月还说 他的确说过要杀爸妈 但那些都只是在被打骂之后 所说出来的气话 而就在国庆日当天 他说他跟朋友约好 晚上要去看烟火 没想到爸妈回家之后 又当着他的朋友面前 对他一阵打骂 他原本打算在茶水里头下 FM2让父母昏迷之后 溜了 却没有想到失败了 而当天晚上 他自己也喝了酒 也服用了FM2 再加上父亲的折骂 没有停过他一时气愤 难耐的情况之下 才会拿着菜刀 对着父母亲挥砍 林清月说 整个犯案的过程 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如果当天同父异母的姐姐 也在家 他也照杀无误 最可怕的是 就在林清月杀害父母亲之后 他竟然在现场 狂笑不止 他的笑声 在镜头前 总是嚣张狂妄的林清月 最终还是逃不过良心的前 在执行死刑之前 林清月说 他有两个问题要弄清楚 第一 他为什么在追砍父母之后 会狂笑不止 也没有记忆 而第二 为什么他总觉得 有人在跟着他 而这两个问题 在他伏法之前 找到答案了吗 而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夏府里 临近海边 在地人口数不多 当地的居民 大多彼此认识 所以那边是很单纯的乡下 乌农比较多 因为他也临近在海边 也有渔月 而坐落在田边的这栋 两层龙住宅 装红色的外墙 圆拱形的窗户设计 一砖一瓦都看得出来 屋主的用心 住在这里的是一对 棕破塞夫妻两 还有他们的儿子 这屋子的主人叫阿树 四十八岁 外汇生意做得不错 在当地小有名气 阿树跟前妻生了两个女儿 现任妻子 则是四十七岁的阿玉 夫妻两感情很好 两个人唯一的儿子 叫林清月 今年十九岁 目前没有工作 就在家里 等着当兵 这天清早 宋报社一如往常地 来到了林家送报纸 但这一天的气氛 不太一样 他侧门是铁门 但是铁门没有关紧 留了一半嘛 从外面可以看得出 死者有倒卧在餐厅桌旁边 阿树可以很明显可以直接看到说 哇 里面怎么那么多血 他直觉不对 他的门是这样子 当时第一时间赶往现场的 刑事组干员张真胜说 屋内的场景是他从警三十四年以来 见过最惊悚的画面 这个案子是我所见到的最凶残 很血腥的现场 所以说我印象非常深刻 从侧门进去 那侧门进去 因为一开门 就看见一个男士的躺在那个 餐厅的一个地板上 身上有很多很多的刀伤 但是现场的血迹非常非常的多 这都很容易 这都可以听到 那也会吹 穿这边 这边来看 我也没穿过 这边 就睡了 这边 我跟他说 一定走到这边的出来 这边去躺在这边的 躺在餐厅地上的男死者 明显已经没了气息 警方沿着满地的香红 再往里头走 一旁就是客厅 当他们踏进了客厅 客厅里的场景更是害人 然后整个地板上 就有来来回回很多 血足印跟血血印 然后屋主的太太 记得是导入在那个客厅里面的 泡茶桌旁边 她身上都深重 刀痕 而且很多刀刀剑骨 就是非常重的一个刀割伤 这个案子可能是我生涯 心肝现场看到里面 血迹流最多的一个案子 那沿着这个一楼 往二楼楼梯的话 一样有发现很多的血迹 包括整个楼梯间的墙壁上面 整个一楼几乎都被鲜血给覆盖了 一男一女两个死者 就是屋主阿淑夫妻两 那他们的儿子林庆悦呢 看着一楼往二楼延伸的血迹 转而小组越来越不安 因为他的邻居其实都是亲戚 我记得他亲戚还是 他叔叔的伯伯讲说 他还有个小孩子住在楼上 不知道有没有被怎么样遇害 这是不是妹门血案 因为死者屋主就两个死掉了 后来亲戚又讲说 小孩子能住楼上 是不是强盗杀人 灭门血案几个字 闪过了张真帅的脑海中 他们赶紧上到二楼 要确认夫妻两的儿子林庆悦 他还安全吗 我记忆中 他楼梯走上去 右后方是他们爸爸妈妈的后方 然后再直直走 就是林庆悦的房间 然后就走到底的时候 雪姬的脚趾印 雪姬就是一步一步一步 走到他儿子的房间 跟着地上的血足印 张真盛来到了林庆悦的房门口 他推开了门 这个是林庆悦的房间 可以看到房间墙上有许多涂鸦 一旁被打开的衣柜 看起来有被人翻动过 而在房间的地板上 也是血迹斑斑 因为他现场也有卫生纸 擦拭过血迹的衣 卫生纸在现场嘛 他有留下了很多血足印跟血血印 小孩子也不见了 也以音讯全无 林庆悦的房间里空无一人 他人呢 专小组此时做了最坏的打算 难道歹徒闯入屋内 截杀屋主夫妻后 绑走了林庆悦吗 林口夏府里的追动 两层洞屋子来移习间成了 歹徒血腥的杀戮现场 宗婆塞阿淑夫妻量 在屋子里残造歹徒杀害 把死亡在台上 罢名 罢名隔车就跟这个台上 要死亡 要死亡 村庆悦 要死亡在台上 邻居说阿淑夫妻量 原定今天一早就要出门 忙外汇生意 没想到现在不只恨死 连他们十九岁的独身子 林庆悦也下落不明 春朴村庄里的面门血案 震惊了所有人 你从这个桌子 茶几这个地方 一路可以看看 看到这上 一直到这边的墙壁 一直沿在上面 那都是布满血迹 惊悚的面门血案 最深媒体人翁失衡 当时候人就在现场采访 邻居也好 或说是路人 或说整个村里面 基本上就跑过来围观 这是当时的新闻画面 可以看到命案现场 被拉起了封锁线 封锁线外挤进了满满的人 有的是亲友前来关心 当然也有不少是来看热闹的 这时候很多人就 爬到树上 只是为了来看那个现场 可是当我进到 他们那个透天处 的前院的时候 就可以很清楚 就可以闻到那个 很浓的血腥味 那个实在是 很难忘怀那个画面 因为它就 血流成河啊 你怎么去形容血流成河 可以用产无人道的四个字 来形容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有多么深仇大恨 非得知人于此不可 头盖骨都被破裂了 身上的伤 有50到60个伤痕 哪一个 两个都有 老叔夫妻俩 每个人身上都有 至少50处的刀痕 歹徒手起刀落 太凶残了 解剖的时候 两位使者身上 心脏几乎没有血迹 已经全部都流光了 那尤其男使者身中57刀 女使者身中52刀 刀刀都非常非常的重 很多刀刀是死后手 才下了众手 所以其实 同一个位置上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 过度杀戮的一个痕迹 那代表有绝对的恨意 看得出来 歹徒每一次的落刀 都带着恨 对专案小组来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 得要赶快弄清楚 的歹徒究竟为何而来 这恨意从何而来 这款外面的关系很好 对 那是做什么的呢 做厨师 最近有没有听说 你爸妈是有什么麻烦吗 没有 没有什么 基本上都跟人家很和善 就是何去生产 不会跟人家去 特别去计较 不管金钱上也好 或在工作上也好 都没有任何的 所谓跟人家结怨 或生意上往来 有什么冲突 甚至有去借钱 感情的部分 尽管阿淑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但与前妻并没有交恶 跟现任太太阿玉的感情也很好 两个人总是出双入对 没有惹人报复的原因 有两名死者身上都还穿着睡衣 警方研判 死者应该是在睡梦中遭到攻击 或是歹徒闯入屋内刑切 由头变强进而杀人灭口吗 但专案小组检视的屋内门窗 并没有遭到破坏 而且死者阿淑手上那一只价值不菲的手表 也没有被取走 我记得当时那个表应该也超过四五十万左右 那满天心的 如果假如为了劫财而来 对 那锁表是很重要的财物 呆徒若是为了劫财 没道理放着四十万的表不拿 此外专小组还注意到 宁安县城的一楼跟二楼客厅都被摆放了瓦斯桶 瓦斯桶被开启 或还有闻到一些瓦斯的味道 一楼厨房的瓦斯桶的地方 类似疑似不明一体的分布 我们发现有一个燃烧未完全的豹子 它用豹子裹着液态酒精 就是要让它现场烧掉 爆炸 就是那个灭积嘛 不仅试图放火烧屋 监视人员还发现 就在屋子外头的斜坡上 有明显被清洗过的痕迹 研判死者阿淑曾经夺门而出 试图求救 那我们在整个斜坡上面 有发现一些用水清洗过的 一些组织 头发 所以在外面也有砍杀 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 有特意清洗 所以为什么到外面还在砍杀 为什么不怕别人外面知道 每个现场专小组都觉得不对劲 强盗杀人又要企图引爆烧屋 还要清洗现场 这个歹徒似乎太过从容了 一般你如果抢到他 他可能在最短时间赶快离开现场 他花太多时间在现场 他只会离开 他不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歹徒企图回了房子 只代表屋子里有极大的可能 又正能够指证 歹徒身份的证据 专业小组再重新检视屋内 尽管屋子里的满地鲜红 但血迫中可清楚看见 不少的鞋印跟足印 应该都是歹徒留下来的 归类完之后发现 有四个血鞋印 还有两种血足印 排除掉两名死者的脚印 专小组研判案发现场当时 至少有四个人 而其中两个足印 更是吸引了警方的注意 腾甲卡 他那脚印一看就知道腾甲卡 一般小偷偷东西不会脱鞋子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也会研判说是不是熟人所为 一般歹徒潜入屋内犯案 随时都会做好逃跑的准备 有什么理由还要脱下鞋子 打赤脚增加逃跑时的难度呢 此外专业小组当时上到二楼时 跟着血足印进到了林清月的房间 尽管房间里也是血迹斑斑 但就是不一样 在林清月的房间里 并没有发现这个喷溅形态血迹 所谓的喷溅血迹 指的就是歹徒攻击被害人时 留下来的激震 当时从两名死者的主卧房 沿着楼梯到一楼的客厅餐厅 处处都可以看到喷溅血痕 代表说他整个过程里面 他们各身中五十几刀 这五十几刀的话 是整个洞线里面 都在发生的一些事实 也就是说 歹徒在杀害阿淑夫妻两后 来到了林清月的房间 擦拭身上的血迹 才会留下擦拭后的卫生纸 他们肯定在林清月的房间里 待了一会儿 再仔细检查一次林清月的房间 好像哪里不对劲 因为他的衣柜打开 我们也发现 其中有一部分衣柜的衣服 是不是不见了 好像要整理包包 事后再去询问他们 好像他小孩子有拿包包走 部分的衣服还有包包 像是被人打包带走了 再加上根据林家亲友的说法 最近这一阵子林清月 常常会带着朋友回家 这就常常搭带朋友 整间 老婆 老婆 整间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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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朋友好还是不错 就是一定是不好的朋友 男男女女 邻居有印象的 至少就有四个人 而且阿树家中有两台车 一辆是红色跑车 另外一辆是工作用的小货车 案发后 那一台红色跑车也不见了 这辆跑车 平时都是给林清月代步用的 现在却消失了 更重要的是 平时阿树家中有养三条狗 狗只要看见陌生人进出 就可以废觉 但命案发生当下 却静悄悄的 但是他那天晚上就没有叫 如果说有人外人入侵的话 又动刀杀人的话 那狗一定会叫 完全没有听到狗叫谁 所以说他们认为说 那既然如此的话 那这个狗没有叫 那可能就是熟人 所以一定跟林清月有关系 后面这个部分是厨房 和那个饭座的部分 这个地方是所有 会有这个地方 你看到没有 在这个地方 这个门框旁边有雪 你会发现那个血痕 手掌印的血 血掌印都在集中在下方 因为他是趴在地上 他要挣扎得想往外趴 林口双生命案 现场的斑斑斜点 每一个血痕 都在控制者歹徒凶残 他们要逃命 他们要求劫 那所以说 警方当下就研判 说你今天如果会出手那么重 而且一次同时应付两个人 对付两个人 绝对不可能是一人所为 你至少它两人以上 才有办法 而且 而且 那个谁 那个林口的身材 基本上比较贵 因为做中厚筛嘛 他身材算蛮可以的 这是专案小组的研判 行凶歹徒的人数应该不少 屋子里的血痕 阻影也证实了这一点 但究竟是谁 第一时间 其实我们那时候 想法里面可能是 跟邻居有关 然后因为人数也不少 所以刚好邻居也有一群人 住在他们家里面 那你弟弟 他们这个同学 会不会常来你家 会 跟你爸爸妈妈也很熟悉吗 嗯 熟悉度还好 因为 爸爸妈妈蛮疼弟弟的 她是阿朔的大女儿 是林轻略同父异母的姐姐 她说爸妈对于弟弟很疼爱 弟弟有几个要好的朋友 总会带回家里来 教友有点复杂 经常带一些朋友 男男女女在他家 就 就 吵吵闹闹闹 就是类似唱唱歌 喝喝酒这样子 就是说他有几个朋友 都跟他 有时候都住在他们家 然后吃他们家 用他们家的 他不喜欢这样子 所以说他邻居是讲说 其实他 爸爸对他管教是蔓延的 有时候打骂教育都有 但是小孩子蛮懒惰 就要去帮忙 有时候都不帮忙 这些都是亲友们的观察 死者夫妻俩 对于唯一的儿子 有很深的期望 爱之生 当然责之切 现在命案现场的所有激震 都直指林轻月 跟他的那些朋友 有极大的可能 跟阿淑夫妻俩的死有关 父母亲是 亲生的那个父母亲 一般来说 不至于下这么大的众手 一定有 一定有对他很不满怎么样 才会对他施以那么多的 那个砍杀他 就代表恨 但是以父母教导小孩子 也不至于会 产生那么大的那个 世青 这是多严厉的指控 问题是案发后 林轻月就下落不明 现阶段他是整起案件 最重要的关系人 警方急着要找他出面 厘清案情 但是该怎么找 吴清胡 吴芬局长 他也蛮有知识 他利用媒体 家里要处理后事 找不到 找不到林轻月 请林轻月如果 真的得到这个消息 赶快回来处理后事 这是警方的计划 希望林轻月看到新闻后 会主动联系返家 没多久 林轻月果然打了电话回来 他隔天要打电话给他舅舅 他就有通知警方 警方就将计就计 跟他讲说 家里发生事情了 有可能是强盗杀人 有可能竟然抢东西 那他既然住在那里面 那你要不要回来看一下 家里到底有损失什么东西 他也真的就回来了 林轻月回来了 他带着女友以及好友阿哲 一行四个人搭着寄人车回家了 当时候他们在警方的陪同下 来到了警察局 面对询问 他们通通都说不至情 都不承认 也是很镇定 你看不出来的时候 有时候紧张怎么样 我们这样讲到他爸妈被杀了 很异常 就是你如果亲近 你也觉得很悲伤 怎么样 他都不会 面对父母遭杀害 林轻月情绪淡定 问他这几天去了哪 怎么不在家 他这样回答 金山白沙湾那边 说去沙滩玩 他们几个都有去 四五个都有去 几个年轻人说法通通一样 都说出去玩了 他们自认这样的说辞万无一失 因为这就是他们的不在场证明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关键证据都在他们身上 当时候见识人员 对林轻月这一伙人进行采验 除了采集鞋印足印外 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双手 现场相当的残忍的手段 所以说照理讲 他血迹应该喷得满身多次 所以说势必凶手 一定在现场会沾到很多血迹 但是我们说血迹 因为他已经离开现场 他有清理过 但是我们的研判 他的指甲缝里面 再怎么清洗 应该还会有所残留的 财政用的棉棒 擦拭过这几个人的指甲缝 递上试剂的瞬间 林轻月他们知道 再多的辩解都没有用了 就如同我们说的 他颜色变了 他知道他的手上有沾在血迹 他自己很清楚 他手有沾在血迹 他自己很清楚 他没有办法自研弃说是这样 他就成了 其实就暗只杀桌 你去你爸妈粉上手下小妈 你讲一下你 你上你爸妈东西好吗 你这个预模多久了 你讲一下 你讲一下 你去你爸妈粉上手下小妈 你讲一下你 你上你爸妈东西好吗 林轻月坦诚了 连同他在内 他的好友十九岁的阿哲 二十岁的女友啾啾 还有干姐二十岁的阿如 以及十九岁的流姓少女 跟一名未成年的酌姓少女 他们就是杀害阿树夫妻良的凶嫌 最后睡不觉的时候 我变得压抑 哇 怎么会是她 眼前两男四女六名嫌犯 年纪最大的只有二十岁 他们看起来就跟一般 时下年轻人没有不同 但是在他们手上 却是两条人命 被逮后每个人头都低到不能再低 唯独林轻月他没有 最后他抬巧合 而且面无表情 他就是很奇怪的小孩子 怎么那么很冷血的样子 为什么要杀你父母 不要不要不要 为什么要杀 为什么要杀 为什么要杀你父母 对啊 面对记者的询问 他只回了一句 你再看一看 是你爸先打你还是怎么样 对啊 那你的朋友也 为什么也一起动手 拿到 你们是从二楼一路追杀 他追杀下来是不是 对啊 去找我朋友 一起去看他 那你们总共有几个人动手 两个人啊 你跟苏彥子 对啊 坐在警车上的林轻月表情默然 他回答的每一字每一句 都像是在讲别人家的事一样 这样的态度看在亲友眼里 当然无法接受 从右边下来 全部前面右边下来 往后面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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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走 走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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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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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轻月跟阿哲 在警方的押戒下 回到了命案现场 进行模拟 一看到林轻月 气愤的家属 立刻冲上前 他们大声喊着 要林轻月跪着进家门 毕竟事情最行天理难用 好不容易进到了林家屋宅 模拟才能进行 但看看林轻月在现场的表情 他看着父母倒地不起的现场 地上还残留着斑斑血迹 而墙壁上的日历 还停留在案发那一天 这现场的每一个场景 都在提醒了林轻月 他首任父母的事实 但是他的表情 依旧看不出任何情绪起伏 面对生他养他十九年的父母 他怎么会痛下毒手 警察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杀人 杀了自己父母亲 因为他的讲法很简单 那些遗产我爸妈保险 基本上就是归附我的 他们死了以后这些东西给我 所以我才怕我杀 其实阿淑夫妻俩对于林轻月 都很疼爱 食衣住行从来没有少过他 妈妈阿玉对他更是宠溺 几乎是要什么有什么 但林轻月却指控 爸爸从小就会打骂他 甚至连他的朋友也遭殃 日记月累下 他对爸妈的不满越来越深 爸妈的一切 他要赶快拿到手 他还拟了计划 那时候有在讲说什么 A计划 B计划 如果A计划没成功 就是用B计划 那当初他的想法是说 给父母亲在茶里面加安眠药 让他们昏迷过去之后 然后把它塞到车子里面 然后把它推向山 因为他们那是半山药 然后制造假车祸 B计划的部分 他们就是林轻月想到的B计划 他就觉得这东西太复杂了 太复杂的原因是说 他怎么样让爸爸妈妈 能够喝下那个 餐有安眠药的茶吗 所以说换林轻月说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用 抢到杀根的方式 他来动刀 他来砍 我觉得我父母都是很爱他的 我不了解他 可是这种事情 没有人看得过 你们如果有看到他的 他的那个样子 没有人能下这个众子 林轻月他身为 为人侄女 竟然对于父母充满怨恨 并且联合外人 共同杀害自己的亲生父母 所以给他官求处死心 一九九九年五月一号 林轻月事情案 板桥地方法院一审宣判 林轻月在大批法检的押戒下 道庭听判 却没想到 他一看到媒体拍摄 他大声怒呛 拍照 有没有人吃 一分 林轻月活同朋友 杀害父母 早判处死刑 当时他怒呛记者的新闻 让许多人都留下深刻印象 但让人不解的是 林轻月说是 基于父母的家产 保险金还有电仪 才会一不作恶不休 他对父母的积怨很深 问题是 阿淑夫妻两 供给林轻月的钱 从没少过 林轻月有什么理由 要109刀 他的家庭是健全的 而且是衣食无缺的 而且他下手杀人的过程 到结束 到最后停诊 的那个过程 基本上 居然没有任何丝毫的悔意 感觉不到说 他今天杀的对象是他父母亲 就是说这种手法 是很难去让人理解 怎么一个亲生小孩子 会对父母亲 有做出那么大的反应 为什么要杀自己的老妈呢 毫无回忆是外界对林轻月的印象 他每次出现在镜头前 都是嚣张呛瞎 当首警大的多位老师 为了深入了解 林轻月的犯罪成衣 就在林轻月死刑定验后 没多久 他们前往了台北开手所 面回林轻月 刚开始去 第一个他有点疑惑 你为什么在找我 我们跟他讲 你觉得说不是 我弟弟是我还不原谅他 可是他不会怎么样 我们想亲自来听听怎么讲 谢文彦说 他与研究团队 从林轻月定验后 到他执行前 前后共有五次的会谈 期间他们也访问了 林轻月的姐姐 跟熟悉的亲友 跟林轻月每一个 就学时期的老师 总共二十九个人 最重要的是 他们要亲耳听听 林轻月本人 他究竟在想什么 做错事被处罚是应该的 那有什么感觉 做错事被处罚是应该的 林轻月的父亲 对他管教严格 是不少人都知道的事 毕竟唯一的儿子 总是望子成龙 他说我爸爸是好爸爸 他很内恋很安静的 不会跟你啰嗦的 我爸爸有一点自恋 他觉得有点自恋 他自己觉得自己长得帅 他只喜欢胖 他说老师你看他 他会买红色的轿车 他觉得爸爸是负责任 他煮了好菜 负责任 内恋 爱面子 就是林轻月对爸爸的形容 他说爸爸是中后三 煮了一手好菜 若有机会 他总会在一旁看着 偷偷学着 他说最幸福的 久久这么一次 他煮的真的不一样 他说很会喷条 他说在旁边看 猪肉要好吃 是要怎么去炸到一定的酥的度 之后你再放酱油 再弄下去才好吃 他也会学到 可能做饭有一点的内感 林轻月的爸妈 平时总忙着外汇工作 从小林轻月跟姐姐 都得自己打理三餐 因此爸爸阿淑的偶尔开火 全家人聚在一起吃饭 是最幸福的时光 他说老师你有沒有到家里过 有 你看我们看电视往那个方向 后面也不是有两个位置 那后面头髒髒的 他说一个是我爸爸的 一个是我 我们靠着 我们会一起看电视 但我们不会讲话 平时爸妈在家的时间 就不多了 父子间的闲话家常 加上爸爸阿淑的内恋 又更少了 那在那 妈妈可能 在屋子上可以 买醋就尽量 弥补他们这个缺块吧 他吵得要买摩车 他没办法 他妈妈就拿钱给他买摩车 他没办法你没执照 所以妈妈也帮他解决了 他在外面闯一点小货 能拿钱来处理就处理掉 所以一般人会觉得 小孩子不对 你要教你怎么可以这样宠他 林轻月从小就不爱读书 或许是因为爸妈都忙 没有时间实时盯着他的课业 反正不闯祸就好 林轻月曾经说过 他的爸爸是个好爸爸 但这样的好爸爸 却在交际应酬回家后 都不一样了 但喝了酒就变另外一个人 他都是在外面喝 喝酒回来 他看我哪一队不对 他就一巴掌就过来了 他说你不要看到 矮矮胖胖 人家叫他大象 他只要一拳打过来 你这个人应该就飞出去了 根据林轻月的说法 父亲对他的第一次动手 是在他四五岁的时候 只要爸爸喝酒 倒霉遭殃的就是他跟妈妈 他说喝酒 他开始要察言观色 如果最能还能走进来 我就要插着等 因为他准备被打 但是如果醉了 他知道 你到开车看到那个地方 好不容易就回来 你咬喇叭声 整个趴在那个方向盘上面 就压到喇叭声 我跟我妈妈 就要去把他抬进来 他说问题是我安全的 有一次我说 我问他说 那你爸爸喝酒 一个礼拜大概会喝几天 他说老师你应该问我 一个礼拜有哪几天不喝 坐车的喇叭声就是母子俩 可以安然度过一晚的平安中 林庆月说她从小被打习惯了 妈妈也保护不了她 所以她告诉自己不能哭 曾经她在国中拾出了一场大车祸 差点连命都没了 她拉起了衣服 让谢文彦看看她肚子上的疤痕 她说这一次的车祸 我连眼泪都没掉过一滴 她说哭有什么用 谁理你 我小时候哭 妈妈会哄你 妈妈学乖的 因为被爸爸打 早期她说原谅妈妈 因为妈妈也指低了被打 我也没办法保护她 可是她觉得我那么小 你应该可以保护我 可是没有 她会怨 所以她说哭的时候 有人安慰你 理你 你哭才有意义 那你哭没有人理你还哭什么 她说我告诉我自己 我以后再也不哭 她跟我讲我做到了 情友说父亲阿淑对于林庆月 真的有很深的期待 因此管教确实严格了一点 他们也曾经劝过阿淑 孩子都已经长大了 可以好好讲别再打骂了 有一年大年夜 她们两家一起吃饭 好朋友 她说儿子的小孩子到那么大了 都已经十七 八岁了 都这样打不对吧 在众人面前喝了酒 然后就提到 提到年夜她就很失望的商店 交过来就是打 她的一切狠气被打了之后 就后来就往外跑 她就过去想说我去安慰她 她说天啊 全是整个手都流血 她姐姐也讲过 她阿姨也讲过 说一切被她爸爸打 就是这一只打降低 打到都流血 她赶快去帮她爆炸 不敢让她爸爸知道 因为她说如果让她爸爸知道 她一定会被打 她说小孩子到那么大了 就这样打不是办法 她知道如果这样下去 这个家庭会出事 为什么要杀爸爸妈妈 她们想要抓住 她们想要抓住 当时你不是说是为了摩托财产吗 怎么会又变错是这样的 林清月说她从小被打惯了 对于九过三巡后的父亲 她害怕多过于愤怒 被打怕了 她说我已经自然反应 我趴在地上 爸爸就不会继续打 你如果起来她就继续打 我说你难道不生气 不会反击吗 这个是每一次 我们几乎每一次反来 都会再重述 老师真的不会 只是怕 狠气 憤怒 害怕 就一点一点都悄悄地 积累在林清月的心中 她说我一个习惯 就是会经常往后看 走路 我会说为什么 她说我也不知道 她说后面有一个东西 总是会追着她 我说你怕哪一个东西 她说你讲鬼那一种 她说我才不怕 有一次爸爸打我 跑到外面 到林口定位公墓 刚好人家挖一个洞 我就在那边睡 我怕我就不会进来 我她说她不怕那个 她在回头看什么 她在担心的是什么 讲不出来 她自己那时候 她的人生哲学 我不惹人 人物惹我 她有一次 在出校园 有四个同学 围着要堵她 要打她 她说你们不要惹我 你们现在后悔 离开来得及 如果没有我会把你们打得很惨 当天她比较被打断 可是她四个被她打得非常惨 她旁边的同学看到这个 跟她讲 林清月 你像一只野狗 吓死人了 林清月不爱念书 光是高职 就换了四个学校都没念完 她曾经到铁工厂工作 也到传播公司当马夫 赌场当保镖 期间她认识了阿哲这些酒肉朋友 就在外头鬼混 但这些她的爸妈都看在眼里 爸爸阿叔要林清月 回来帮忙外汇工作 但林清月带着阿哲 拥有跟其他朋友 不是窝在家里 就是到处玩了 她有没有了解她爸爸 对她的期待是非常高的 她知道 问题是跟朋友在一起 就不是这样 有时间我就去 玩到几点才睡 爸爸就这样生气 我需要人手要你过来 你不是说好 你又不来 又不工作 又不读书又怎么 就又完蛋了 喝了酒 心情不好久 回来又要开始骂 林清月说 的确她自己就是这样 有时候就没去工作 回来就 你准备挨打 所以你也没话讲 很多不满她全部压抑 压抑到哪一天 她说哪一个人 她就完了 她自己承认这一点 1998年10月10号 国庆日这一天 林清月的爸妈 一早就去忙外汇了 林清月跟着阿哲 跟女友几个人 就到海水浴場玩了一天 原本说好她们晚上 要上阳明山再去看烟火 没想到出发前 爸妈回来了 爸爸一回来 醉了回来又开始骂 为什么你不工作 她连树猿者一起骂 好吃懒做 这个是林清月的说法 她说爸爸骂归骂 但他们只想着 要让爸妈快点睡 才能溜出门 当时候她在那一名 未成年的酌性少女 拿了FM2 打算加到茶里给爸妈喝 为什么会有FM2呢 林清月说因为自己 长期以来都有失眠问题 一般的安眠药 对她没有用 所以才请在医院当护士的 酌性少女帮忙 拿取管制药品 可是当她把药 加到茶里面时 变了那个颜色 你看不对了 她想这个没办法 所以她说她自己 就把FM2 就喝了一杯 另外一杯就倒掉 她平常不喝酒 因为她厌恶爸爸喝酒 可是她不喝酒 但是名酒 整瓶都把她关掉 她说也不知道为什么 酒精加藥物的催化 再加上爸爸阿淑那一天 打骂了一次还不够 一个又一个的刺激 最后失控了 甚至后来她爸爸妈妈 又回到房间去 回到房间里面 睡着睡着不知道为什么 又开始叫 你给我过来等等 她说 她爸爸以前打过就打过 怎么当天会是如此 她很气 然后进去就被打 已经联系被打几次了 她说当得非常生气 就到楼下 拿了她爸爸 黑的空巨箱 应该拿两把吧 拿上去 拿一支看到数研者 数研者要劝她 来不及了 她整个就是整个爆掉了 哪里动就往里移 她这个都见清楚 她说还好 姐姐当天不在 如果姐姐在 她当天应该也没了 林轻月的灰刀 一路从二楼到一楼 中间父母亲的叫喊声 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后来问她一个问题 妈妈不是很爱你吗 你为什么连妈妈看 她才提到 我不知道 当时都很气 说有听到 妈妈说 阿爹 你怎麼 她说当时有这个叫声 她说当时完全失控 林轻月说那一天的场景 她历历在目 唯独一件事情 她完全没有印象 我一直想不起来 苏彦哲跟她讲 好恐怖 你当天大笑 好恐怖的大笑 她说你不信你问他们 因为在楼上这些都听到 这是苏彦哲告诉她 那大笑 你好可怕 笑得 你真的笑得太恐怖了 可是她说老师 我完全不知道 整整109刀 扣掉阿哲动手的三刀 林轻月在自己父母身上 留下了上百刀的刀痕 当一切恢复平静 屋子里早已满步血迹 她唯一提到说 要不要把现场毁掉 所以他们想说 把现场让她引爆 类似所谓的 死无对症的意思 当然她说天真祥晚 那也不可能 都已经到家里 你烧掉你那孩子 一定讲的是你 他们放完就跑到这边 在那边等 好可怕的影响 在等 那几块人没有找 再用第二次 再来等 又没有 或许是冥冥中 林轻月事情的犯行 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 才让瓦斯没有引爆 烧毁一切物证 也才让检警 可以从屋子里的激震 除此剥茧 锁定林轻月 让她无从狡辩 你希望你能够打个执行吗 你还不行 要抓住 当时你不是说 是为了磨夺财产吗 怎么会又变作 是谁在本地呢 林轻月落网后 她的说辞 从一开始基于财产的计划杀人 到最后变成服用药物 跟酒之后的气氛是轻 但这样的说辞 法官最后并不采纳 认为一切都只是她的推卸之词 两条人命死刑定焉 林轻月最后只跟谢文彥 说了这些话 林轻月所提的 奉献年轻人不要用药 不要吸毒 她说会失控的 这段时间你有反省 有回忆吗 你会后悔吗 面对自己双手染血 林轻月真的没有回忆吗 这是外界所有人的疑问 谢文彥说在访谈过程中 她也问过林轻月这个问题 难道你真的不后悔吗 她说哪会不后悔 在讨的时候早就后悔了 但是在她描述里面 并不可能 不特别强烈 可是一直到后来 有一次提到妈妈大哭 我说有没有梦到爸爸妈妈 有 梦到两次 昨天晚上才有梦到 爸爸妈妈来找我 爸爸的影像 比较后面 比较不清楚 妈妈在前面 妈妈就清楚 你们有讲话吗 她说有 说妈妈跟你讲什么 她说好 就停住了 讲不出来了 就开始感言 准备要讲 我说没关系 听一下你再讲 过了一下腰讲就开始 妈妈说 阿弟啊 你怎么在家 然后整个就大哭 因为她说 是我砍死你们的 你怎么问我在这儿 家中令 你怎么那可怜 还听到这个 整个崩溃 她哭了 我很对不起你们 她说要跟妈妈道歉的时候 妈妈之后影像就不见了 她就醒了 拍照 请 有个人信 林清月对媒体的不满 透过镜头看得清清楚楚 她说她非常非常 对媒体非常愤怒 她觉得她很适去 她觉得 你们没有逼我好多少 媒体会这样抱我 是不是冲着说 她们没良心 我是在骂她们这话 她们知道吗 她都够可怜你 还拍人家拍 拍什么拍 林清月被判死刑定验 谢文彦还记得 最后一次去探望林清月时 她感觉得出来 林清月已经做好 面对死亡的准备 林清月告诉她 在她人生倒数的最后 有两件事情 是她最想怜亲的 一个是她为何大笑 一个则是她总是回头 张望的不安全感 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她会这样 她想找原因 这会不会跟爸爸 打你那种恐惧等等有关 她说或许吧 没有明确答案 2002年5月7号晚上 林清月身穿白色上衣 走进了刑场 她在执行前 签下了器官捐赠同意书 她说 这是她能为社会 做的最后一件事 要自己以前 竟然关她是开立自立的 她自己表示 就是说 你会杀过你的话 是小时候血坏的 她健身器官的话 最主要就是 把这器官 给最小人生 另外一讲就是说 在这三年多了 她自己也是要拿变臭 来现在收看今天的台湾启示录 我是周梅翔 我们再回来 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是梅翔 在每个扑朔迷离的众爱现场 在每个重大事件的第一时间 我们抽丝剥茧 追索事实的真相 YouTube总观看超过5一次 请到订阅人数出货了100万 感谢您最一路上的支持 我们会更加努力